大家好,我是戴班小雅 近日,有网友偶遇西梦瑶挺着二胎运渡在街头溜娃 带着大儿子何广深压马路,一边走一边玩手机 还带着牵引绳子 这个画面看着真的极有点搞笑又很有爱呢 图片中,西梦瑶穿着蓝色的卫衣,黑色的裤子 还带着一副黑色的墨镜 而西梦瑶的儿子何广深则穿着灰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 虽然何广深的脸已经被打码了 但一蹦一蹦的走在前面的样子 看看就可爱 更何况妈妈西梦瑶是超模出生 爸爸何幽君长得也不错 何广深一定像他们一样,长得十分可爱又帅气呢 等距离看,五官像极了何幽君 虽然说是西梦瑶溜娃 但西梦瑶却是用一根绳子牵着孩子 低头玩手机,跟在儿子何广深的后面 儿子走在前面,为妈妈西梦瑶带领着前进的路 那么看来的话,都不知道是西梦瑶溜儿子呢 还是儿子溜妈妈呢 其实西梦瑶也是一位坚强的女强人呢 并不是想着我已经嫁入豪门 今后衣食无忧 不用努力可以拥有花不完的金钱 但西梦瑶不是物质的人 早前,我们能看到西梦瑶在某平台上直播带火 真真营业呢 还有最近的西梦瑶虽然已经怀了二胎 但她依然坚持外出工作 在补妆的时候,心很疲惫 眼睛都快要睁不开的那种 但她还是坚持完成工作后才下班 让人看着十分心疼呢 西梦瑶作为模特出生 即使在成为妈妈后 对自己的身材管理也是十分的严格 在西梦瑶和何游君参加的综艺节目里 有这样一幕 西梦瑶躺在地上 坐着的何游君突然对西梦瑶说 宝贝,你刚刚躺在那里的时候 双下巴很明显 西梦瑶顺时间眼睛惊奇的睁大 用手挡住了自己下巴 随后就笑了 但西梦瑶表示自己在生完孩子后 身体太虚了很难减肥 但还是会慢慢的减 何游君在一旁听着 也是露出了心疼的表情 所以西梦瑶真是一位 既有梦想又能兼顾到孩子的女强人呢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